另外一位便當店的老闆 黃志謙 他因為喜歡健身 所以決定投入開發 健身者適合吃的飲食 店裡面的招牌低碳餐 減少了碳水化合物的攝取 改用簡單調味的肉品 搭配大量的蔬菜 大獲好評 接觸健身這件事情之後 就是覺得 我覺得這一塊 是我想要投入去經營的 店門外裝上單槓 讓人隨時都能運動健身 黃志謙愛健身 哀到將健身裡面融入餐飲 改變健身便當的面貌 我們最近在減肥晚上不吃澱粉 所以覺得這間店很合適 而且它的醬汁有分很多種 對啊 就每天都可以換 對 吃的比較不會膩 就算天天吃也不膩 這便當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菜 楊樂文負責料理食材 他與黃志謙一塊從餐飲科畢業 兩人以低溫舒肥法烹煮牛肉 打造招牌牛肉清便當 讓肉質不只軟嫩還保住營養 它是藉由一個低溫的烹調方式 那我們就保留肉的原汁原味 以十股米搭配牛肉 色澤格外繽紛 楊樂文說秘訣是飯裡 還是要餐點白米 留住營養也有口感 如果全部化 用五穀米的話 它的口感會比較硬的 偏硬 那我們會調配一定比例的白米 去讓它吃起來比較好入口 它比較屬於那個 釋放比較緩慢的澱粉 消化時間會拉長 讓你的飽足感也不會一下就餓了 就是可能它可以撐比較久 顛覆一般人對健身餐飲的看法 不想讓身體負擔過重 還能選擇低碳餐便當 我們都把它定位在低碳 它就是蛋白質攝取很少 比較少 那蔬菜攝取量比較多 蠻多人蠻接受這個飲食 因為它裡面菜色很豐富 五 六種蔬菜 鮭魚簡單調味 還要搭配煎到金黃色澤的 茄子櫃 魚肉搭配至少六種以上的蔬菜 看在眼裡繽紛多彩 楊樂文與黃志謙還貼心的 把每項食材先秤重計算卡路里 讓客人吃得安心無負擔 使得許多想甩肉的民眾 幾乎是天天都來這裡報導 現在減肥找不到外食的餐廳 所以就是都來這邊吃飯 菜色就是蛋白質很夠 蔬菜也分量也OK 增肌減脂餐也能吃得很滿足 兩人更選用蛋白質豐富的鷹嘴豆 搭配多種蔬菜以西餐手法燉煮 即便沒有鮮肉高湯也非常夠味 嘴豆它的殼也都是沒有去掉的 我們是自己煮的 那這殼也是很好的膳食纖維來源 真是吃素的嘛 所以我們對於這些蔬菜 或者是有機或者是 因為附近也很多便當店 那你在吃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它這個食物真的 食材是真的是比較好 食物吃原味夠美味 關鍵是食材得選好 想要原因是至少一個禮拜 讓自己有一天是吃健康的 慢慢有這個觀念之後 再去接觸 就是有這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改變健身餐的顏值 讓韜客即使控制體重 也能吃得不委屈 每天採訪美食 對這個身體的負擔 也是有一點點的重 可是又不想要虐待 在自己的味蕾啊 所以就找到了這一間 這個以健康為訴求的健康便當 補充蛋白質的話 其實不一定要吃雞胸肉 像這樣的鷹嘴豆料理燉菜 它也是非常好的補充蛋白質的來源 不需要那麼侷限自己 一餐吃了什麼 因為那個 以那個牛肉來講的話 它其實料理手法也是 也是單純的 它其實就是 番茄牛肉下去燉 看起來是美味的 吃起來是沒有罪惡感的 我覺得是很適合 持自己去進行的一個東西 從愛好健身出發 黃志謙與朋友們 一塊研發健康便當 為便當創造不同的顏值 也要讓韜客吃得開心 沒負擔 記者 我是沈方米城 洪達 台北報導 一定會 有 不